為了360我們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週秋是舒適的好天氣有點炎熱 像是秋老虎的天氣 不過這個雙台有一點在附近 還好對我們台灣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那下週一二東北季風會稍微增強一點點 東北風的一個天氣 可能在北部偶有一些短暫陣雨 那另外近期的天氣都很穩定 請大家好好珍惜 多size以下棉被清理家園 現在來看的話來看氣候變遷 我們氣候變遷現在每個國家為了因應 今年年底的巴黎氣候協議 都會提出這個叫做INDC 這個叫做國家自主貢獻的一個比例 就是說我國家到底要減碳的策略是什麼 要讓大家知道 那以前是每個國家限定大概要減多少 但是太難做到了 每個國家因為都不一樣 所以現在每個國家都提出 那現在來說的話提出的量 大概佔了全世界的排放量大概87%左右 還已經蠻高了 提出的裡面的國家裡面 像我們亞洲是比較低的 大概就一半的國家提出 那另外是中南美洲 這個比較先進的國家提出的量 是比較多的 那如果排放量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亞洲最主要排碳的 最大宗 就是中國或是韓國或是日本 所以相對是大的 所以這幾個國家多了 它的佔的比例就相對的比較高一點點 那現在來說的話 很多國家提出來 但是它的量呢 恐怕不是現在就馬上減 所以這個最大的關鍵在這個地方 因為每個國家條件不一樣 這個也沒有辦法 所以這個也需要國際的一起呼籲 一起來 影響政府 影響真人物做這個事情 所以特別提醒大家 未來這幾個月 全世界就是氣候變遷主宰的議題 請大家多關心一下 那台灣來說的話 不受到這兩個颱風 影響真的是 很幸運 很幸運 這個颱風目前來看的話 預計這個叫做彩虹颱風 預計呢 是會影響到廣西這個地方 當然現在對廣東已經有一些影響 你最近去香港的話會比較麻煩 受到這個颱風的一個干擾 那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受到這個偏東風的影響 昨天其實上次北風 所以涼涼的 今天就完全不一樣 這兩天反差真的蠻大的 一天涼一天熱 那另外呢 這個 踩雲颱風呢 23號踩雲颱風 它離我們台灣實在太遠了 4000多公里 預計的是往西 然後往日本東方海面前進 所以對我們台灣沒有什麼直接影響 但是還是要觀察 因為 現在颱風的變動度 有時候還蠻高的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台灣要 轉換的機率 目前來看的話 還看不到 那後面呢還有一些小低壓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低壓的發展 並不是很強 所以未來的天氣呢 事實上還是屬於 北邊 這個大陸高壓影響的 對我們台灣影響的天氣 應該是比較大 太平洋高壓這時候 看不是很明顯 所以 大陸高壓什麼時候會來 我們溫度就會什麼時候降 風向就會轉變 像這幾天是吹的東風 預計下禮拜一二的話可能會有點北風會再下來 這個時候就有點小變化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颱風就這樣直接的 往西邊這樣走 這個地方會在這個地方可能會稍微滯流一下下 因為現在沒有明顯的導引氣流 那接下來就看這個北方的高壓什麼時候下來 目前來看的話 恐怕還有一段落差的時間 這個後續我們要觀察一下 所以周日的話天氣真的非常好 請大家好好珍惜 你看這個降雨機率 0% 或10% 都是 非常好的 請大家真的好好珍惜 那溫度 比較麻煩 有點高 渡輝地區33、4度 火會有點熱的感覺 請大家好好的 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 清晨的低溫也會稍微比較涼 23、4度 有時候有些地方稍微涼一點 但是南部來說的話 就比較舒服一點點 所以這樣的天氣會持續一段時間 請大家好好珍惜最近的 秋天 有一點暖暖的 有時候有一點涼涼的 還算舒服 穩定的好天氣 可以爬山運動 戶外活動都可以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